我們如果知道它是一個公民運動 而一直想要用一種計畫的方法去設計公民運動 我想想也不太對勁 而我自己的經驗是 吻合的 吻合的 不是說我怕公民聽 我們真的一定要考試嗎 還是真的用考試來逼大家做什麼作業嗎 那是一種方法 還有什麼就是像這樣 結果奇怪了 這個大哥怎麼下一次我又見面了 就像我們在那個學院裡面吵面 沒有一天是真正有計畫的 講好是兩百斤 結果來的不夠 一百斤 不是來太多變三百 結果三百也可行 一百也可行 然後三百的菜是五箱 十箱也行 喜菜的人不夠現場就跑出來了 菜刀只有兩把應該夠用 結束的時候變成六把 更有效 然後呢炒菜的鍋子 到結束的時候變大鍋子 就這樣 有一點方向 可是所有計畫執行的過程 不一定照你的計畫執行的方式進行 可是 有效 有意義 那結果你如果沒有經歷過 你 像我們是因為有經驗 所以我可以很 站在自己的間 跟人講說 可行 相信我吧 那我自己怎麼被說服的 我去試過 那我試過的前面前景是 因為我太多計畫的經驗 那到最後面的這幾年 就是左也會成功 右也會成功 不相信真的這樣 果然是可信的 不是說要你們去放棄計畫吧 可是你可以在那個寫計畫的過程當中 慢慢體會到 原來這個事情是可行的 是可信任的 那你對你計畫的彈性 跟調整的可能性 就會有 那個時候 人跟人的關係 才有可能被建立啊 沒有那麼快就 那天沒辦法 趕快走 沒辦法坐過火車啊 我對這個的解釋 可能是這樣說 我們如果去做一個職業的話 對不對 他一定是考慮 他要交代你的任務 對不對 然後你把那個任務完成 來拿錢 那就結束了 那你交代任務的時候 通常我們就會把那個事情怎麼做 避免雙方的誤會 對不對 你老闆講的 訂出一個程序啊 標準啊 就 如果不是這樣 那就 不可進行 那我們參與這個 NGO啦 這些組織的時候 你為什麼參與 那你是認同這個目的 他是使命啊 目標啊 這些事情 所以你在參與過程中 你也剛才有提到說 你通常做這些事情 不是一個非常專業 我們也不是去上派口 那當然這不可能這樣說 那這些事情的話 他認同這個目標 他可以在這種 他的問題 他是解決問題 達成目標 所以在什麼解決問題的時候 其實 資源對不對 也沒有一定的這個資源 見招 見招拆招的 就是這樣做 那 他那個使命會一直盯著 那剛才講 會讓他 彎來彎去 找到一條路啊 去解決 對 生活啦 就是 誠實地面對那個生活 大概就是這樣 你們時間太晚 不好意思 就是 很歡迎你們來 再約個時間來吃水餃是更好 炒高麗菜也可以 哈哈 所以 有時候 乍看是 好像有點亂 但是還是 亂中有趣 沒有計畫 也是有計畫 真的是這樣 至於這種方法 會每次都不同 就是無所謂 無所謂 無所謂 謝謝榮敦大師 謝謝啊 謝謝大家 那麼大家